在主人陪伴下 基林又敏感的溜溜 在基隆首座寵物公園的草地上 开心的奔跑起来 也试玩公园里面毛小孩专用的邮具 位在暖暖运动公园里面 基隆市第一座寵物公园 即将在5月初正式启用 积极催生这座寵物公园的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 特地在最后复验前 在市政府产发处 大地及农渔工程科长 红颜良陪同下现场会刊 并且邀请毛妈带着毛小孩66 现场试玩 了解场地以及邮具 在正式启用前 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很感谢 议员可以帮我们争取 就是在那里面有个寵物公园 我相信其实其他区也非常的羡慕 那两年前来的时候 就是还是没有整理过的状况 那今天来试玩觉得非常的棒 那我觉得设施的部分的话 还是希望师傅以后 可以帮我们增贴更多色彩 然后可以让毛小孩来这边 更安心地玩 让他们有更好的空间可以来放放电 试完后发现草皮场地上没有问题 不过宠物的邮居可以再加强一些 市议员林敏勋也请毛爸毛妈们 敬请期待首座宠物公园的正式开放 那那宠物公园也是我们基隆市本市首座的宠物公园 那阴景期盼了很久 等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从上一任林佑昌市长市府 到现在的谢国长市府 大概历经了两年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 也请这个原本两年前 我办理会刊的这个六六 我们的狗狗 今天再来冲回来这个地方 从原本第一次来的时候 是这个荒烟漫草的地方 那到现在已经整个整治完成了 那准备要即将要开放 那我们也期待 因为今天来看其实是 在邮局上是只有有些单调啦 所以我们希望说后续 我们还是会继续建议市政府 来把这个邮局的多样性 再把它补足 那我们也会增加更多的经费 希望可以投入到我们这个暖暖区 我们基隆市首座的这个暖暖宠物公园 那希望让这个狗狗 有这个可以充分放电的一个空间 那未来也不只是暖暖的宠物公园 我们希望在本市的其他地方 也都可以持续来争取来做一个建设 然后让我们这个基隆市 是一个爱护友善这个 猫下来的一个城市 那正在刚刚议员所讲的 这个不管是设备的一个增进啊 还有后续全市的 这个可以用的 为公园或是闲置的空间 来评估作为后续 宠物公园建设的部分 那我们市府还是会持续来做个评估 而且会听取各方的建议 来做后续的一个 新建的一个方案 还有预算的一个争取 宠物公园已经搭好两个大型围栏 一边规划为大型犬运动区 另外一边则是规划为小型犬运动区 现场也已经放置好 让狗狗可以钻进钻出 攀爬的器材 这里也将成为未来基隆市 设置其他宠物公园的示范区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